中年之后我觉得就那几个字 生命无非是苦 每天基本上就是面对一些大大小小的烦恼 大的苦小的苦 所以我的成就感来自什么呢 能够第一个当苦来了 我能够把它大概处理好 安顿好 然后甚至可以去帮忙别人减轻他的苦 我真的感觉非常满足 用简单的话来说 我晚上能够睡得着 我不敢说我明天死我心安 我睡得着 怎么说呢 具体来说假如你要我讲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照顾别人的健康 亲人 我父亲 特别我太太 前几年 像我已经不吃牛肉几年了 完全没有碰过 也没有想碰的欲望 跟我太太生病有关系 所以我也觉得我能够坚持 我以前多么爱吃牛肉 早餐都要吃牛肉的 然后能够把它去掉 我非常有承受 然后当时假如不是我很冷静的 一步一步来安顿我太太的健康治疗 因为简单来说当时就是医生判错 他的肺废水 被水泡了九成 九成啊 比我们的水壶里面的水还多 然后不断抽 抽走又来 抽了又来 医生不断往肺的角度去看 可能是肺老 可能肺癌 可能肺炎 不断说你要吃半年的抗生素 那要死啊 吃完半年会死掉 那可是后来因祸得福 我一步一步跟他去检查 结果那个肺水进了他的心 以为死了 这趟死定了 死定 我还想死掉 我老婆以后要不要再娶 还考虑了一下 闪过了一秒钟 考虑 对不起 不是我很控制的嘛 你要再娶她 对我小孩好不好 那幸好因祸得福 那肺水进了心 那又看心脏医生了嘛 然后又开刀了嘛 很危险的 高高高危的 结果碰到那个心脏医生 他有经验 他判断那个肺水 不是因为肺 是因为甲状腺太低 甲状腺他看过个案影响肺水 然后再把这个资讯往这方向 来调整他吃药 甲状腺 看有我太太 能够站起来讲话 他将近一个月讲不了话 费嘛 细节气什么讲不了话 到他能够讲话了 把那个叫什么氧气管什么 拿掉 然后就说 握着我的手 加灰这样子 那一秒钟我的成就感 换不回来 起死回生 对 而且是在我那么冷静 跟我借牛肉就有关系 不幸为说佛祖保佑 而是说我知道 我必须把我生命中最爱的一个东西 舍掉 对 吃牛肉 我这么爱 舍掉 我才能有那种坚决的意志 来慢慢照顾他 那么冷静来安顿那个医疗的计划 那多有成就感 所以我不敢说什么 我成为第一 全宇宙第一主持 我要明天成佛 我要成为成英雀 我没有 这是生命无非是苦的大前提上面 苦来了 我安顿了 你讲的这个对我有启发 你知道就是咱们要研究科学 我给你们讲讲科学 就是说成就感和快感是什么关系 它毕竟是某一种快感 对吗 那么是什么让你感觉到快感 就人这种动物在基因里头 有一点很熬人 这很熬人就是什么 我们只对这个感受和处境的变化非常敏感 但是我们对这个绝对水平值 很容易不敏感 比如说你哪怕你过上了这个王亲贵族的生活 你天天这么过 对你来说并没有成就感 你这个绝对水平 或者说 你开了好车 开多一段时间就没感觉了 对啊 或者你是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生活费的一个人 你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来 也不痛苦 你也没有多大的痛苦 对你来说如常 但是你从那个一掉到1000块钱 或者突然变成1万块钱 你那个层层层就多巴胺 我这一生什么地方是成功的 想了以后就有点颓 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挺失败的 那你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我的那个 我还调分这个分类呢 我觉得一个人呢 一生无非就是政治理想 家庭这个道德 然后是学术事业 这三方面都失败 哦 生活方面的失败先讲一下 生活方面失败呢 是私人问题 不便多讲 不便多 反正失败就对了 政治理想呢 是最明显的 对不对啊 我这个成就感很大 水深火热 你看都是因为你没做好 第三 学术事业 我的一些同行 现在不是院士 就是什么资深教授 对不对 我前一阵开会还碰到什么程思河 汪辉啊什么 一个个都是著作 我相比之下就非常的惭愧 所以你说完那个问题以后啊 我搞得我这两天情绪就非常 我本来觉得我活得还可以的 结果一检查 我最大的成就 就是我有个女儿了 我只能这样来讲了 不过 女儿漂亮 小美女 而且很有出现 女儿太大 但那你想这算啥成就啊 那还是靠别人啊 别这么担心 别这么担心 我还是靠别人呢 学尔别哭 我跟你说 女儿也是很伟大的成就 我记得当年啊 我看过一句话 对你来说 不是当代就说当代 没找到别人那么优秀的女儿 这个是我没成就 就是有个词叫当代英雄 又不是战争年代 你知道吗 当代的英雄很多时候啊 做好一个父亲 也应该有成就 对吗 那有些人的孩子都坐牢了 你想想 你拿这个来说 我的孩子没做了 我刚才没讲完 为什么这么失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不肯调整你的目标 我觉得一个人 不肯调整目标呢 其实是比较浪漫的人 换句话说呢 他就是说比较性情 但是他会有重大的代价 他要必须承受大量的 不是说失恋啊 就是说在很多广义上 他会不满意 他的情绪会低落 反过来 如果一个人能够很迅速的 很随机的调节自己的目标 比较容易得到满足感 跟成就感 这叫现实主义者 我呢 我想坚持的一条 就是我老师 钱古荣先生 他说他晚年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但是没有什么要改的 哎呦 这个厉害 所以我呢 当然写不到像钱生 那么好的东西 但是我能学习的就是 我也尽量不改 这话充分反映了 钱老师内心的孤傲 真的是 不过你说起来 其实我觉得你还可以寄托另一件事 你是球迷 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 球迷巴萨不争气啊 现在老让我失望 你负责 但是你发负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我们社会总是能够提供很多东西 让你转移你的成就感 比如说看我像我们这种球迷 你喜欢一队球队 然后你把你的希望 甚至有时 我真的看过这种球迷 他整个人生的梦想 他到底一生最后有什么成就 寄托在这个球队的成绩上面 我是不是一生 但是我至少有时候 一天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 然后呢 去年的超级杯啊 那个爱国者队啊 这个3比27落后啊 最第四个quarter反过来 我这一天就成就感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就是我觉得球迷很有趣吧 球迷的语言你仔细看啊 他们从来不会说 比如说像我们喜欢巴萨 或者我喜欢阿森纳 我们不会说阿森纳这场又输了 我们也不会说阿森纳他们打得太烂 我们会怎么讲 我们说我们又输了 其实跟你有关系吗 我跟他理论上讲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当你跟他发生情感认同 所有的球迷在形容 自己所爱的球队的时候 都是用的主词 都是我们 我们又输了 我们又赢了 梅西还是我们的 梅西是你的吗 就他把这个当成我们之后 他的整个人生的意义 成就感的一部分 就寄托在那上面 但这个我觉得有个好处 这好处是什么呢 避免自杀 对 赢球了 你很有成就感 输球你当然很难过 但是 球迷为什么都爱骂人呢 是因为你又觉得输球 跟自己没关 都是这个教练 早就说了 把他给吵了对吧 这成就感是简易斗 非常管用 我现在捷径 我现在微博尺 不爱来不爱我 没错 我现在看了 好